你告诉朕 身边这个嬷嬷 究竟是怎么回事 柯勇原本 是因为妹妹临盆 顾前来探望 可没想到 在临盆之际 竟无人问津 以至于让真儿 在昼夜交加的时候 赶到宫外向我求助 诗问陛下 在这偌大的皇城当中 竟没有一个嬷嬷 可以接生吗 确有此事 难道您不知 真儿 究竟怎么回事 为何当时 不宣宫中太医 不找宫中的嬷嬷 启禀陛下 不是奴婢 不愿意找宫中的嬷嬷 而是奴婢跑断了腿 也没人愿意管贤妃死活 奴婢没有办法 当夜 只能去官居殿找陛下您 可是惠儿 却将奴婢赶走 说是让贤妃挨到天亮再生 奴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才出宫求援的 朕有此事 陛下 奴婢冤枉 陛下 此事我已经问清楚了 凌晨儿半夜前来 并没有说明是名誉生产之事 只是嚷着要见陛下 当夜职业的太监 也是深夜不敢惊扰陛下 朕也怪不得他们 昏儿当夜说的话 做的事 两名职业太监 都可以作证 陛下 大可以找他们二人前来对质 那两名太监 在宫中的十日已满 已经出宫回乡了 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啊 但他们出宫之前 已经向皇后禀明了此事 陛下大可以去问皇后 我看不必了 陛下 这世间的事就是这样 无巧不成书 这两名太监出宫的时候 正巧 被哥哥的侍卫遇到了 便带回了宫中 带上来 陛下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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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饶命啊 陛下 朕 怎么回事 回陛下的话 这一切都是惠儿姑娘指示 小的二人的 贤妃生产那天晚上 朕儿姑娘确实说了 贤妃即将临盆之事 急着求见陛下 奴才二人不敢打扰陛下 正执疑时 是惠儿姑娘出来做的主 不让通报 还赶走了朕儿姑娘 你 你胡说 陛下 小的二人所言 聚集属实 后来皇后娘娘来到宫里面 彻查此事 但是惠儿担心事发 于是 于是娘先收买了小的二人 正是因为如此 小的二人 才不敢在宫中继续逗留 便匆匆还乡 陛下 这是惠儿 收买小的的饮饼 还有小的他 请陛下明察 陛下 陛下 奴婢冤枉 是他们 他们许可喷人 是不是冤枉你 去内务府一查便知 陛下 陛下 是奴婢的错 奴婢鬼迷心疆 求 求陛下饶命啊 求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陛下饶了奴婢吧 贵妃 贵妃您救救奴婢吧 贵妃 奴婢住口 你怎么能背着我做出这样的事情 枉我 枉我对你这般信任 冤枉 冤枉 你不能这么对奴婢 给朕张嘴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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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的贤妃 朕的皇儿 陛下被你害死 还敢在这儿求饶 如此心肠恶毒的宫女 拉下去 张婢